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呢现在来介绍这个有关电磁波的一个 这个概念上的一个介绍 因为电磁感应呢 我们过去已经介绍过理论 以及这个它的应用 那电磁波呢是电磁感应里面呢 最重要的一种发现 当初最先发现电磁波的这种 这个人呢就是马克思威 因为他发现呢 通过一个线圈的磁场 如果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话 他当然这个根据电磁感应定律呢 线圈本身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那感应电动式产生的话 就代表有新的电场产生了 这是同学必须要先有的一个概念 因为电动式如果产生的话 就代表有一个电场产生了 那换句话说 随着时间而变化的磁场呢 它会产生一个电场 所以在1865年呢 马克思威他就推想说 那如果随着时间变化的电场 会不会产生磁场 后来经过证实了 就等于说因为随着时间变化的磁场呢 会产生电场 而这个电场呢又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好 那因此呢又会产生一个新的磁场 所以他们之间呢就变成一种机身弹 弹又在生机 产生一种连锁的效应 而产生了一种震荡 好 那就因此呢 从此就开启了21世纪的一个新纪元 因为大家都了解 21世纪的新纪元的一些科技的发展呢 都跟电磁波的发现呢 是有相对的关联性的 好 我们来看它的相关的一个公式的讨论 好 那我们知道加速的电荷呢 会产生电磁波 就是我们把一个这个带电体呢 打到一个磁场里面去 让它加速 它在磁场里面呢 做非常快速的一个运动 所以它会产生电磁波 那电磁波呢 在真空中的速率呢 它我们经过数学公式能测出来 就是马克思维它测出来的 它会 它发现呢 这个在真空 电磁波在真空中的速率呢 它跟这个 界电常数呢 还有这个导时常数呢 是有相对的关联性 就利用这两个系数的 成绩的 开根号的导数呢 就可以算出来是每秒呢 大概是 30万公里就对了 30上10的80万公尺 一般来说就是相当于地球的七圈半 七圈半左右 好 那我们再看它的这个交互震荡的方向 那电磁波呢 那电磁波呢 我刚刚就讲过 它是跟电场跟磁场呢 产生交互垂直的震荡 所产生的一种波动现象 那它的方向呢 就是电场跟磁场的这个向量机的方向 一向量呢 close b向量的方向 所以换句话说 电磁波呢 它是一种横坡 因为磁场跟电场的震荡方向 本来就是互相垂直的 然后再来是 e close b的方向呢 又会跟这个 e的方向跟b的方向 也是互相垂直的 而且呢 它在真空中的传播呢 它是不需要靠介质的 不需要靠介质 好 那我们对这个 我们一般常见的电磁波呢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那第一种呢 就是最常见的电磁波 就是无线电波 因为我们知道电磁波 它的频率范围呢 是非常广的 非常广的 那最长波的话 就是波长越长的电磁波呢 它的频率就是比较低的 它通常是用在这个广播通讯 还有视线传播这一方面 这是第一种最常见的电磁波 那这种无线电波呢 它有属于短波的部分 短波 那短波的话 它是打到电磁层里面去的 所以它的那个 传播的范围呢 会比较广 但是你接受的时候 也是要用一种比较特殊的频率呢 来接收 那第二种就是微波 微波它主要是运用在通讯跟加热方面 那第三种呢 是红外线 它主要用来做遥控跟摄影 就是夜间摄影 还有侦测 因为它对热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 那第四种呢 是可见光 就是我们肉眼所能够看的 那这个波段呢 它比较窄 比较窄 第五种呢 是紫外线 它主要是用来杀菌 第六种呢 是X射线 它用来医疗的诊断 跟研究晶体 因为它可以产生 它可以量出这个晶距 就是那个晶体 就是原子跟原子之间的距离 它可以量得出来 而且可以看得到原子的结构 第七种呢 是γ射线 它是频率最高的一种电磁波 所以它的波长是最短的一种电磁波 它可以穿透这个钢板 穿透钢板 好 有关电磁波的大概的一些观念的介绍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在这里